台北的脏水只有一两天 但高雄的水质不良噩梦却是几十年的时间 其实主要是因为高雄水源来自高平溪 石灰岩地层时的主沸水一定会产生白色悬浮物 高雄人因此自力救济 衍生出了许多不同品牌的加水站 甚至还发展宅配水行业 而我们实地走访高雄自来水公司 发现他们其实已经砸了30多亿进化自来水 甚至号称品质可以生饮 但高雄人不买单 主要还是对于污染一律未除 太厚了 一两天而已 一天读一下就好了 这是喝整四人的 今年60余岁的卢太太在高雄住了40多年 拿出家里用了20多年的水壶 水壶内壁布满厚厚一层白购 想要汤匙刮下还得花上几分钟 这就是高雄人天天喝的水 在高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台滤水器 这还算好的 因为过去连自来水都不敢用 那个口感 口感没说太好 出门买水成了高雄人生活的一部分 直及高雄街头加水在密度之高 每100公尺就有一座 甚至还有分等级 高雄人对干净水的需求 连带的让宅配水成为一种行业 现在的人可能他以前30岁40岁 经过一二十年的这个提水 那现在五六十岁啊 那家里年轻人也都在外面打拼了嘛 那所以他可能体力的负荷 以及对水值的要求 所以他就转给这个区块 希望就是说他只要打个电话 我们就把水送到他家 由于大高雄的名声用水 主要取自高屏溪 溪水流经石灰岩地形 水质富含钙美离脂 春围硬水 喝起来带有涩涩感 但半个设计过去科技进步 难道无法克服吗 原来过去高屏溪流域水源 受到养住户 及工业生活废水影响 水值较差 在水公司想尽办法改善 十多年来砸了三十多亿元 在澄清湖 考潭 翁公园 三座净水厂打造高级净水设施 透过臭氧氧化设备 可去除水中的排泄物肥料等有机物质 避免产生致癌物 水公司还增添其他地区没有的 结晶软化设施 在原水里加入石英砂和碱 产生化学反应 水中的钙离子形成碳酸钙 附着在石英砂上 变成碳酸钙结晶颗粒 来自高瓶溪的吸水 经过澄清湖 会透过结晶软化设备 处理过之后 会产生这样的白色颗粒状物体 这个就是高雄人在家里面 煮水会产生的白色悬浮物 等于是进水厂 先提民众降低水的硬度 提升口感 白色结晶物还能回收 运到炼钢厂当助燃剂 进水厂的水 干净到能够生饮 水公司大大提升了 南部饮水品质 这里是高瓶溪蓝荷叶 也是自来水的取水口 每天多达105万吨的取水 高雄人每天喝的水 有90%都来自这里 为了确保水值 不仅有电脑仪器监测 还出动人工笔 下去把水打上来 打上来之后 我们就会去闻看看 看有没有很奇怪的味道 那些奇怪的味道 我们就会通知人来 赶快来做另外一种检测 这个应该这么讲 即便我们一直在管控 如果说他要偷牌 我们一直在宣导 他要偷牌 你方不胜房吗 真的 真的不容易 实际走访高瓶溪主要 持水口上游 我们发现河畔竟然有 饲养乳牛业者 牛棚内粪尿水堆积 却没看到有任何的处理设备 我们沿着高瓶溪河岸往上游走 可以发现像这样子的大排水沟 在高瓶溪河岸边有大大小小无数条 其中工业农业甚至是家庭的废水 通通沿着这条排水沟排向高瓶溪 成为大高雄人的名声用水 除此之外高瓶溪还会流进一条五若溪 也污染着高瓶溪的水池 那地方就是安淡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那边还有养猪户 原先屏东那边有 是这个五若溪的水是 在我们高瓶宴这边 大概这边附近汇合 但是我们后来在建宴的时候 就把它隔离 让它我们做了一个五若溪整治 然后把水搔引到下游去 我们高雄人是不会喝到那股水的 是这样吗 事实上大高雄地区 还是有10%的取水 会喝到含有猪粪味的五若溪水 因为还有6个原水取水口 就在两溪的会流出下游 由于地面水太脏 自然水公司还改抽地底 比较干净的浮流水 它还是会渗透 然后过滤 然后我们再抽起来 那个水就会不会受到污染 但有教授提出质疑 我们要回头去看 自然水公司它花了那么多的经费 那么多的技术 能力 如果我们的水质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那我们投入更多的人力 更多的技术 就因为我们没有把源头改善好 这是不是一个舌本 竹墨的一个做法 目前大高雄的自然水品质 已经大幅改善 只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与其砸大前追求净水品质 不如从源头进化开始做气